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第40届增需百新闻奖 继2014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10月31号举行颁奖典礼 这两项以公共服务 作为鼓励媒体报道面向的奖项 今年作品水准比往年提高 显示越来越多媒体关注公共议题 今年的作品不论是值和量 都比往年更为亲近 可以显示我们媒体 现在报道的这个题材 不再是局限于琐碎化市场化 乃至于三色星化的传统科学中 已经开始逐渐把这个焦点 放在我们社会的公共事务上 本届新闻奖共110件优秀作品参赛 经过初审副审两阶段讨论 最后选出20件作品入围 曾徐白公共服务奖 由天下杂志 双北市违法住宅现行记 以及中央广播电台 看不见的死囚细绢系列报导获奖 得到这个奖对自己来说是蛮大的不悟 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当冷门的题目 然后也是一个道德争议很高的题目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 很多前辈都相当重视的题目 觉得这个奖 觉得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感谢 然后这也促使我们更有勇气 继续去挖掘社会上可能比较不受重视 也比较争议的议题 近年来环境保护议题逐渐受到关注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设立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希望唤起民众环境永续意识 环保署长魏国燕亲自出席典礼颁奖 古代说文职彬彬啊 就是说你不可以文胜于也 总要恰如其分 所以我是期望这次在这个获奖的 不管是哪一类的 能够符合这样的标准 那有它的温柔敦厚 有它的悲天领人 然后有它非常好的长远的效果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郭珊珊表示 本届参赛作品面向涵盖国内外 从气候能源到生态粮食等主题多元 也借此呼吁更多媒体关注环保议题 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成立了 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 是希望能够鼓励有更多的媒体 能够对这个议题关心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年来 很多得奖的作品其实都非常的精彩 那也有很多作品 它有深度的报道 曾徐白新闻奖被誉为台湾新闻界普利兹奖 和美国普利兹新闻奖 同样都是强调以公共服务为目的 未来也将鼓励更多新闻从业人员 发挥自身社会责任 为公益和环境做出贡献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陈凯霆台北报道 有两天才赶紧金争 甚至柔信和环境做出责任 为公益和环境队